大家好,我是鸟鸟 我最近在研究爱情 就有爱情的人体验爱情 没有爱情的人研究爱情 我研究爱情的主要手段是上B站 看情感博主的视频 手机都要刷穿了 我朋友说 我记得你原来贴的是磨砂磨呀 对,现在已经是镜面屏了 我看过太多情感博主的视频了 他们都会总结一些规律 比如一个男生喜欢你的时候 会有三种表现 第一,会经常出现在你出现的地方 第二,会对你微笑 第三,会主动和你打招呼 我明白了 公司的保安大叔喜欢我 他们还会讲女生喜欢你 会有三种表现 第一,会描绘你的微信 第二,会看你的时候经常眨眼睛 第三,会撩头发 有没有可能就是刘海长长了呢 他们还总结了一个原则 就是接近一个人的时候 千万不能暴露你的需求感 这一点我就非常擅长 上次我喜欢的男生问我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啊 我说关你屁事 姐妹拿捏了 情感博主还有的说 给暗恋对象发信息的时候 要在他最不可能回复的时候发 这样如果他没有回复呢 你就不会失望 但一旦他描绘了 你就会特别开心 但我喜欢的人就很特别 就我什么时候给他发信息 他都会描绘 他说对不起 对方还不是你的微信好友 我研究爱情的另一个手段 是上豆瓣券分小组 学习一些先进经验 我现在就上网看别人 一招被蛇咬 自己十年怕警生 就上网上多了 就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世界上怎么没有好人了呀 但是身边的男生 又都特别可爱 怎么回事呢 他们是不是有我不知道的一面 现在网上还有一些 特别甜的故事 就是女生的名字 被男朋友写进硕士毕业论文里 你知道还有谁的名字 被写进去了吗 参考文献的作者 所以我决定 好好地做学术 发表论文 我论文的影响因子越高 引用我的男硕士就越多 我可能占领不了他们的心 但我可以污染他们的论文 开玩笑 做学术还是要非常严肃的 还有一个微博热搜 就是结婚请不到伴娘怎么办 为什么结婚一定要请伴娘呢 是不是就是为了 显得新娘比较好看 就大家都只会找 长得不如自己的人当伴娘 我在伴娘界 真的是炙手可热 就新娘站在我旁边 又高又瘦 新郎站在我旁边 格外忠诚 我觉得在感情里 男生和女生 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差别 就是男生需要的 女生也需要 比如尊重和理解 女生不想要的 男生也不想要 比如付出 我觉得很多爱情的终点 都不太好呢 是因为爱情 本来就开始于误解 你以为它是 妖枝纤细 曼妙婀娜 其实它就是 离形身材 骨盆前倾 我理解我们对爱情的幻想 其实是一种 对理想生活的追求 达到理想生活 有很多途径 有的人结婚 有的人拼事业 有的人上天猫 天猫双十一 零点抢先购 理想生活上天猫 说了这么多 我还是盼望爱情的 还是可能有个人 和我共度余生 一起赏花 一起赏月 一起还房贷 这么想的话 共度三十年就可以了 好 谢谢大家 我是妞妞 大家好 我是妞妞 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词 叫体相障碍 体相障碍是一种认知障碍 通俗地说 就是一个人其实不丑 但是他觉得自己长得丑 我想去医院看一下 我有没有这个毛病 又怕医生说我没有 理发师总是建议我 剪一种发型 就是前面一个刘海 两边也剪短 修饰脸型 底层逻辑就是用我的头发 尽可能多地 把我的脸盖住 我觉得他还可以 再寄近一点 给我剪成真子 我觉得真子 可能也只是一个 自卑的女生 就这么打扮 是她的一种防御手段 用来安慰自己 别人见到我就跑 肯定不是因为我的长相 只是因为我的穿搭风格 从小就知道 我长得挺普通的 因为我妈天天跟我说 女儿啊 你得好好学习 女人不能要一头没一头 我后来就只好考上了北大 我是考研进去的 复习期间 我怕考不上丢人 就不敢告诉别人 我考的是北大 我就只能说 我考的是清华 但上北大 也并没有改善我的处境 做一个长相普通的女生 仍然非常难 就是你好像做什么都不对 你不打扮吧 人家说没有丑女人 只有懒女人 在这句话出现之前 我只是一个单纯的丑女人 你要做什么坏事 人家就说 真是相由心生 你要与人为善吧 就会夸你 真是人不可貌相 我要说 我觉得自己挺好看的 那你得有点自知之明 我要说 我觉得自己不好看 那你得接纳自己 还有大家平时晒的图片 也都太好看了 什么时候能晒一些 既彰显个性 又不涉及美丑的东西 比如指纹 因为容貌上的自卑 我放弃了很多事情 不要去面试肯定选不上 不要联系她 肯定没结果 不要抢银行 会被监控拍到 我又不上镜 但长成我这样 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 我经常示弱 我经常示弱撒娇 未经允许就吃男生的冰激凌 但从来没有一个人 说我是绿茶 她就是馋了 上次我去美妆店 店员推荐护手霜 她说你知道吗 手真的很重要 手是女人的第二张脸 我说谁能先救救我的第一张脸 她说女人不能要一头没一头 世界对普通人来说 是很现实的 就是你必须具备功能 才有存在的价值 但美人只需要存在就可以了 你不会见到一个人说 这个花瓶保温吗 我知道美人和普通人 面对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 连死亡都无法消弭这种差距 上世纪八十年代 在我国西部 出土了两具 三千八百年前的人类遗体 人们把它们命名为 楼兰美女和干尸二号 这事其实是我编的 但你们是不是觉得特别合理 就我觉得我们普通人 平时可能太低调了 就我们总是想 我这样的就不发自拍了吧 这就造成了幸存者偏差 使得网上都是美女的照片 让大家觉得美女才是正常的 我觉得我们也应该 多在朋友圈 发一些原始的自拍 让美女无地自容 我相信只要我们团结起来 勇于展示自己 总有一天 人们都会关闭朋友圈 谢谢大家 我是鸟鸟 大家好 我是鸟鸟 谢谢 谢谢 愿你快乐不止五分钟 一个美好的祝愿 但大部分人一辈子 要活两万多天 所以五分钟是其中的 五百七十六万分之一 祝福如果过于保守呢 就不如不祝福 你这就相当于跟人说 恭喜发财不止五毛钱 但我也理解 因为快乐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反正在我家 从小我一快乐 我妈就会跟我说 别嘚瑟了 我考了一百 我妈就说 小心乐极生悲 我要考了九十九 我妈就说 你看乐极生悲了吧 我妈总是很怕我乐极生悲 笑死 我现在根本就不乐 我平时的生活状态只有三种 中悲 大悲 超大悲 甚至接受夸奖我都很难开心 因为我更习惯于接受批评 现在看到网上有人说 鸟鸟妈妈爱你 我就觉得 哎呀都会过去的 看到网上说 鸟鸟的表演太差了 我就觉得 啊妈妈爱我 人们都说小孩无忧无虑啊 但我当小孩的时候 也没有快乐过 因为我从来没有叛逆过 我最叛逆的行为就是 和我妈讨论 其他小孩有多叛逆 我最叛逆的想法是 有没有可能纹身 但不被家长发现 有没有那种肉色的纹身 或者在胳膊上纹一个蚊子包 到了冬天 别人问 这个天气有蚊子吗 我就说不是 这是我的蚊身 我都想过 能不能跟蚊身师商量一下 就是我给你钱 你给我蚊身 但是闻到你自己身上 然后我想跟同学炫耀的时候呢 你就过来一趟 总之我从小是个 比较中规中矩的人 长大了也比较内向 但有网友说 真正内向的人呀 也根本不会上台 在这里我想说 对 我就是装的 内向是我演出来的 他们都是来争大王的 只有我是来当影后的 为了装内向 我说一句话 总是最后两个字 声音特别小 别人问我中午吃了啥 我说我中午吃了烤冷面 他说啥 我说我中午吃了烤冷面 虽然他吓了一跳 但还是不知道 我中午吃了啥 我用这个方法迷倒了很多人 我这不是真正的内向 我这是科技语狠活呀 哥们 还有人问我是不是李蛋的妹妹 说我是不是李鸟 我真是奇了怪了 我要真是他妹妹 为什么他不能跟我姓 叫他鸟蛋 你们看网上 其实有很多积极的声音 但我记住的只是这些 朋友说我是个悲观的人 我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是其他人过于乐观了 他们只会被困难打得措手不及 而我在困难没来的时候 就魂不守舍了 正要等到困难真正来临的时候呢 大家都吓得要死 而我已经十分明智地死透了 我觉得我虽然悲观啊 但他们也只是在傻乐 我朋友说 你倒不是傻乐 你这是傻悲啊 在我这种悲观的人眼里啊 快乐基本也就两种情况啊 一种是应该干啥 但不用干了 或者不应该干啥 但干了 我是说在合法的前提下 比如说现在你觉得 应该给别人投票 但你没投 或者你觉得不应该给我投票 但你投了 你就会觉得快乐 不但你们快乐 我也会感到快乐 我最快乐的时候 其实是闹钟响了 但我把它按掉 但我选择的是五分钟后提醒我 这五分钟是最快乐的 所以快乐其实很简单 只要你上班可以迟到十分钟 你就可以快乐不止五分钟 所以最后希望大家 凡事都往好处想 尽量傻乐 不要傻悲 谢谢大家 我是鸟鸟 大家好 我是鸟鸟 我也是一个全日之女说师 我之前一个人在上海居家了两个月 怎么说呢 我现在特别热爱社交 因为一个人居家真的非常难熬 我之前完全不会做饭 有人问我说 你一个女孩子 难道之前没玩过厨房玩具 没玩过过家家吗 我也玩过家家 但因为我从小就话少 又懒得动呢 我都是演爸爸 我妈也经常劝我 说你要学学做饭 但对我来说 做饭很难有成就感 因为你饭做得再好 都很难把劳动成果留存下来 我妈说 但几年前还出土了 几个未进南北朝的饺子 我说那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它好吃的话呢 当初根本就不会被剩下来 总之我平时都是点外卖 真到自己做的时候 才知道和别人差距有多大 别人都会一些拿手菜 会说这个菜我特别拿手 我只能说这个菜我非常棘手 除此之外我还会一些烫手菜和切手菜 除了操作上的困难 我还缺乏常识 我在家用平底锅 小心翼翼地做了一周的炒鸡蛋 才发现 要做一个成型的鸡蛋饼呢 是要加面粉的 我知道了这个诀窍 又把饼做得太厚 那天我打开一个五分钟快手菜视频 然后在厨房里忙活了两个小时 最后做的那个鸡蛋饼 外焦里生 外面已经焦黑了 切开里面还会流汤 外有致癌物质 内涵沙门势菌 我的朋友听闻了我的事迹呢 都说我是绝命厨师 总之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我烧坏了两个锅 手机进水了一次 煎个鸡蛋 还把煤气灶的灶眼堵死了 我总结出了规律 我干的活越多 我家能用的东西越少 我的朋友都很担心 我说你小心点 别把家给点了 我说放心吧 造眼已经堵死了 最让人挫败的是 经历了这种种的困难呢 我做的饭仍然非常难吃 每天我做饭两小时 吃饭十分钟 洗锅一小时 谁能想到 这其中最煎熬的 竟然是中间的那十分钟 厨房在文艺作品里 是世俗和平庸的象征 但我们都误会了 厨房是个非常危险的地方 厨房里有刀 有火 有油锅 你们知道哪里还有这个配置吗 地狱 这也就是我对厨房的感受 我也理解了 为什么大家去这两个地方 用的动词都是同一个 所以当别人问我 你下厨房吗 我都会说我下地狱 我每天要下三次地狱 我一个人住嘛 我不下地狱 谁下地狱 我才做了几天饭就崩溃了 我又一想 妈妈做了二十多年的饭 我心里现在想起来 就会觉得很崇敬 有人问我说 那你现在一定很想吃到 妈妈做的饭吧 那倒也没有 我妈做的饭也不好吃 我在上海还要给我爸点外卖呢 也有朋友安慰我 说你不会做饭呢 正好筛掉了一批不合适的男生 我说对 我筛掉了一批需要吃饭的男生 教育部发布了新的劳动课程标准 从今年九月起呢 小学六年级的学生 也要会做三道家常菜 怎么说呢 我想生孩子 你们也知道我们的比赛压力很大 所以我昨天请了几个演员朋友 去我家吃饭 时间应该也差不多 我今年的策略就是 要想避免他们站起来挑战我呢 就先让他们站不起来 我来之前还想我的稿子里有地狱 会不会太沉重了呢 但今天看到这个舞台 所以我现在心态非常的平稳啊 我只有两条路啊 我只有两条路啊 晋级上天堂 淘汰下厨房 上天堂 谢谢大家 我是鸟鸟 大家好 我是鸟鸟 我这个人呢 很容易感到尴尬 突围赛我晋级了 其他选手都来祝贺我 建国跟我握手 我和建国握手 杨波跟我碰拳 我和杨波碰拳 忽兰也伸过来一个拳头 我握了握忽兰的拳头 你们握过忽兰的拳头吗 很尴尬 当时我就想 好怕忽兰嘲笑我 但我又觉得他不会 忽兰可能会想 哎呀我要是出剪刀就好了 有一次我坐电梯 遇到两个女生啊 我一进去我就知道 他们也很内向 因为我一进去 就听到后面有两个声音 其中一个说 可以吗 另一个说 没事 然后第一个声音说 鸟鸟 我说 嗨 然后我们就都沉默了 那一刻就特别地尴尬 我觉得电梯是个 特别适合体会尴尬的地方 如果你要体验恐惧 你可以去鬼屋 你要体验尴尬 你就要进电梯 即便鬼屋里有一个电梯 你和鬼一起站在里面 你也只会感到尴尬 你也只会说 你今天还挺恐怖的 我也很怕坐别人的电动车 因为我不知道该抓哪里 有一次我坐中介后面 就只能抓他衬衣的两边 他衬衣又很紧 就很难抓 他车又开得很急 我就说不好意思 您能开得纹链吗 他说你能不挠我了吗 我就明白 古人为什么喜欢骑马了 因为骑马 骑马能抓呀 对我最近写的梗 就是这么的抓马 还能这么来 因为怕尴尬 我就经常一个人待着 我就想一个人待着 总不能尴尬了吧 直到有一天 我投评投到了邻居家 我正奇怪呢 为什么电视一直加音量 还是没有声音啊 小区群里一个大哥已经崩溃了 说别投了 已经要聋了 他也在群里发了我电脑桌面的截图 那一刻我就明白 什么是精神走光 当时我看的是脱口秀大会 大哥还说 这节目营销也太厉害了 没人看也不能硬往人家里头啊 原来只要你是一个尴尬人 独自在家也是可以尴尬的 我就很羡慕那些大爷大娘 他们就不太会尴尬 他们很自我 他们可以旁若无人 在公园里撞树 跳舞 和老姐妹们摆成一个五角星 因为他们用五六十年 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世界上 绝大部分人的想法都不重要 人应该只在意那些最重要的人 配偶啊 子女啊 广场舞的舞伴啊 我觉得他们活得比年轻人 更平和 更洒脱 更明白人生的意义 我就希望我也能早点 到达这种境界 到时候我就不怕社会性死亡了 我甚至可以社会性找死 我就跟中介说 觉得痒痒吗 忍着 跟邻居大哥说 给我把会员充了 跟忽兰说 别装裤了 把手张开 我来出剪刀 我不想再内向了 我甚至要变得非常过躁 让邻居都忍不住 说鸟鸟 不要再叽叽喳喳了 叫你鸟鸟 不是让你真的变成鸟啊 总之最后呢 希望大家都能活得更轻松 少一点尴尬 多一些自在 谢谢大家 我是鸟鸟 大家好 我是鸟鸟 去年我讲了容貌焦虑的段子 是吧 今年我就开始身材焦虑了 因为之前我看到一张表格 上面有我们很多人的身体数据 就有个同事指着其中的一栏问 这是谁的臀围啊 这么大 服装老师说 这是鸟鸟的腰围 我就琢磨着该减肥了 我妈也很关心 不知道她从哪听来一句 健身圈的口号 说自律给你自由 我当时听了我就有点生气 我想上高中的时候 你说上了大学你就自由了 上大学你说工作了 自己赚钱就自由了 工作了你告诉我 下了班就自由了 好不容易熬到下班 你告诉我自律给你自由 就能不能不要再给我画饼了 我咽不进去了 我在借碳水啊 我说我一个搞脱口秀的 我不靠脸吃饭 是吧 我平时的工作就是搞创作 我妈说创作怎么了 很多作家也都在健身呀 你看人家海明威 是吧 刺维格 我说妈妈 你是真的会举例子 死得比这俩惨的 作家都不多呀 我觉得自律和自留 这两个词本身就很矛盾 现在网上到处都是很矛盾的话 我在知乎上看到一个问题 说年轻人如何佛系的奋斗 我想你都要奋斗了 还要佛系 这也太矛盾了 怎么奋斗啊 南无阿弥陀佛 我觉得自律给你自由这句话 他真正想表达的是 好身材能吸引异性 健身有助于求偶 所以想到这里 我就去健身房了 我是为了去积累素材 我早就知道健身房 是当代著名的消费陷阱 果然一进去就有一个教练要给我卖课 他说你的体态有问题 我说对 我圆肩驼背 骨盆前倾 还有膝超身的问题 整个人看起来没有自信 再不健身就完了 教练说 啊你也学过PUA啊 后来又来了一个教练 让我真的对健身产生了一些兴趣 因为他教得很专业也不着急卖课 最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个帅哥 对我也有眼睛 他会教我做一些器械 有的器械就特别磨手 我做完一组就会搓搓手 教练说你刚开始练 手上还没有剪子 我手上剪子就很厚 你摸 当时我就想 我的天呀帅哥 让我摸他的手了 开玩笑 我想的是你胸肌上有剪子吗 然后就摸了嘛 就买了一万块钱的课 有的时候你明知那是消费陷阱 但当陷阱里站着一个帅哥的时候 你只会感到喜悦 你只会想太好了 天上掉陷阱了 帅哥还每天监督我早睡早起 让我跟他汇报今天吃了啥 我感觉自己雇了一个妈 但我已经有一个免费的妈了 健身实在是太辛苦了 每顿饭都要计算热量 一定要特别标准化地饲养自己 力求把自己的肉质养得特别柴 而且经过我仔细观察呢 我觉得健身房啊 可能是一个物理老师发明的 我就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 见过这么多定化轮 大家都练得汗流浃背 把一个哑铃举起放下几十次 然后放回原处 连西西福斯看了都会说 这做的是无用功吧 最怕的是你刚努力了两个月 好不容易有点成效 结果遇到一个好久不见的老朋友 见你第一句话就是 你是不是胖了 所以现在我就放弃了 我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 再帅的教练都无法激励我了 我一想去见他 还要借糖借油借碳水 我就觉得算了 我还是借色吧 自打扮了健身卡 身体没有变健康 灵魂得到了升华 我现在饮食特别油腻 内心十分纯净 我也理解了自律 给你自由的真正含义 就是只要我自律地 不去想胸肌 我就可以自由地吃炸鸡 谢谢大家 我是鸟鸟 大家好 我是鸟鸟 前几天我去拍了个时尚杂志 是的 时尚圈已经找不到人了 服装老师会频繁地给我调整衣服 每次来他都会悄悄跟我说 吸吸肚子 吸吸肚子 而我都会告诉他 已经在吸了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你以为我在躺 其实我已经在卷了 今天我们聊躺和卷的话题 躺和卷怎么选 这个题目就给我们一种假象 好像我们有的选 我们之前思考过那种电车难题 是吧 一条铁轨上躺着五个人 一条铁轨上躺着一个人 问如果是你 火车该往哪开 是吧 但真到了社会上 我才知道 我决定不了火车往哪开 因为我就躺在铁轨上 我们这些脱口秀演员 都躺在铁轨上 只有李旦在开火车 他想压谁就压谁 我们被李旦压 李旦被网友骂 我很少思考怎么选的问题 因为我知道 每个人的选择范围 都是有限的 小时候妈妈领着我进小卖铺 问宝贝 你想吃薯片还是辣条呀 我指着老板背后说 妈妈我想要那个电视 我妈说 我是不是又给你脸了 这也让我想起我学二胡的过程 在我小学二年级的一天 我妈问我 宝贝 你想学二胡吗 这就是我人生面临的选择 我妈没有问我在钢琴吉他和二胡里 你想学哪一个 她问的是 二胡你想不想学 在二年级的我听来 这句话就是 这个脸你想不想要 所以我就被迫开始学二胡 学也学不在心上 每天我妈上班前会跟我说 我去上班了 你自觉点 该干啥干啥 我就知道 我该看电视了 但我也没办法踏实地看 我会焦虑自责 会想我为什么这么不自觉 所以我就会一边看电视 一边拉二胡 我给电视配乐 那时候再播家有儿女 有一集 他们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 夏东海不在 我一拉就感觉 夏东海再也不会回来了 但我卷了很多年二胡 好像也没什么意义 因为二胡不是一个 适合展示的乐器 也没有办法吸引异性 你能想象吗 两个男生走在街上 突然一个碰碰另一个 说哎 两点钟方向 两点钟方向 有个女生在拉二胡 你有零钱吗 除了拉二胡 我也卷学习 拉二胡和做题 这就是儿时的我 能为人生所做的全部准备 所以现在我的思维很简单 就是遇到困难 就想刷题 包括参加脱口秀大会 我也总想 如果有一套真题 刷一刷就好了 最好有一本 五年大会三年模拟 每次主题赛宣布主题 我听到的仿佛都是 字数八百 文体不限 诗歌除外 不要退赛 有时候还有附加题 是吧 已知云南白药 口腔修护寒树叶 搭配活性态牙膏 帮助修复口腔粘膜损伤 问如何将以上信息 巧妙地融入段子 这道题我已经答完了 有的时候如果不会做呢 把题杆抄下来 也能得分 但我到社会上才发现 会做题也没有用 因为很多人生 最重要的问题 参考答案都是略 我和他能长久吗 略 我这么加班真的值得吗 略 我的人生能获得 真正的幸福吗 略 我就感觉生活在嘲讽我 好像他说 你想知道答案吗 就不告诉你 对对对 躺和卷怎么选 我每次坐飞机 都会纠结这个问题 我每次上飞机 都会既带着U型诊 又抱着笔记本 低头写稿会想 不行不行 颈椎要完了 躺着睡觉 会想不行不行 工作要完了 我这个人就是躺的时候 想卷 卷的时候想躺 永远年轻 永远左右为难 一切都是最不好的安排 所以你要是让我选呢 我会选躺 但如果实在让我卷呢 我也服从生活的调剂 我希望有一天 我对生活的态度 能像生活对我的态度一样 就是 谢谢大家 我是鸟鸟 大家好 我是鸟鸟 最后五分钟 我想说 我现在好害怕呀 我怕我真的拿冠军 因为我觉得 我的能力还不够 此外 我也不想成为 史上评分最低的 一届投球大会的冠军 那样的话 我就是最水的一届冠军 我就是一个水军 但我要是没有拿到 我就连水军都不如 我怕我要是拿了冠军 以后就再也听不到实话了 观众要是笑了 他们就说 因为我的段子高级 观众要是不笑 他们就说 我的段子太高级了 我觉得段子没有高级 低级之分 我的段子也并不高级 他们只是比较完美而已 我怕我拿了冠军 就没法面对其他演员了 我怕他们会想 我怎么连他都比不过呀 我希望他们能想 他今年拿冠军 是因为效果今年 该捧女的了 这样我就能安慰他们 说没事 还有机会 咱们争取明年 做个女的 我这个人就是很容易焦虑 好事来了 我都害怕 为了克服这一点呢 我看了一本书 叫焦虑的意义 看到第二百九十四页 终于找到了应对焦虑的方法 书里说幽默可以对抗焦虑 原来我之所以焦虑 是因为我还不够幽默 看完我更焦虑了 有的时候我太过焦虑 连淘汰了的演员 都看不下去了 都来安慰我 还帮我改稿 我觉得他们都好善良 我也好善良 我都不嫌弃他们 我怕我要是真的拿了冠军 我妈就会天天晒娃 但我和一般的娃不一样 我是一个成年的娃 我会感到羞耻 甚至现在我妈已经开始晒了 她会在亲人群里 发鸟鸟脱口秀的文本分析 但没有人回复她 我三姨在群里发养生妙招 我姐在群里发团购链接 看得出来 我们家只有我妈一个人 注重文本 我怕我拿了冠军 也还是找不到对象 那我就更怀疑自己了 我这个人是不是 短板太短了呀 我的桶是不是裂开了呀 我又怕我说这个事 有人说这么优秀了 怎么还在瞅找对象的事呢 我又怕我说了这个事 有人说他怎么能说 自己优秀呢 我怕现在弹幕里都是 你的害怕太多余了 没有办法 我这个人就是 起人忧天 一颗红心 二十手准备 我最害怕的就是 我说了自己的害怕 你们就知道了我的害怕 就会来嘲笑我 但我更怕你们不笑 因为对脱口秀演员来说 你们要是不傻乐 我们就白傻杯了 不说了 不能再说我怕拿冠军了 再说下去 大家就会觉得我装 觉得我矫情 最重要的是 怕什么就会来什么 谢谢大家 我是尿尿 大家好 我是尿尿 我在脱口秀大会上讲了一些内向的段子 现在还有点出名了 所以我现在是出了名的内向 以至于别人看到我参加聚餐 都会跟我说 你竟然来了 我说是啊 不是你邀请我的吗 他说但我没想到你真的会来呀 当时空气安静了一分钟 轻轻松松又产生了一个社交名场面 人们觉得内向的人好像完全不出门 但其实内向的人也是会户外运动的 有一次我去玩飞盘 网友说竟然连鸟鸟都去了 我觉得很奇怪 飞盘狗都能玩 我为什么不能玩呢 当然人们可能宁可和狗玩 因为虽然狗也不说话 但它们看起来比较外向 这里也没有说外向的人都是狗的意思 还有一次在健身房 我练得满脸通红 面目猙獰 突然有个人走过来指着我说 它是鸟鸟 它是鸟鸟 当时我就想糟糕 被发现了 但我灵机一动 突然大笑 我说哈哈哈哈 没错 我就是鸟鸟 那个人说 对不起 是我认错了 以上是社交名场面第二则 我觉得内向的人社交之所以困难 是因为大家对内向还有一些误解 在一些人的理解里 我好像都不能快乐 不能笑得很大声 如果笑得大声 人设就破了 但内向的人也是可以大笑的 不能大笑那不叫内向 那叫抑郁 我经常大笑 看短视频大笑 听脱口秀大笑 被人认出来也会大笑 哈哈哈哈 我被脱口秀付出太多了 其实内向的人只是不太喜欢社交 不是不能社交 内向和社恐是有区别的 真正的社恐 密恐 恐高 洁癖 强迫症 那都是病 内向又不是病 病至少是可以治的 内向只是一种 终身伴随的性格缺陷 不影响寿命 我甚至认为 我们内向的人活得更久 万一活得短呢 我们也不会到处说 有人问我 说你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们呀 我说你把我当正常人就行了 有时候外向的人和我说话也会有点小心翼翼 我心里就有点生气 说好的外向呢 怎么遇到内向的人就不会说话了 我内向还是你内向 托不花托总在书里写 他小时候也很内向 但后来他明白 和人沟通不是说话越多越好 关键在于是否让对方觉得你在倾听他 技巧高超的人即使一直说嗯 也能完成一场社交 原来这就是内向者的技巧 我以为这是内向者的症状呢 你想想别人问你吃水煮鱼还是小龙虾 你说嗯 别人问你喝奶茶还是喝可乐 你说嗯 别人问你是不是不想跟我说话呀 你说嗯 你是完成了一场社交 你也没有第二场社交了 其实上了节目之后 我的社交还是比以前轻松了一些 因为我心里有底气了 之前我害怕我内向影响工作 影响关系 但现在我有演出 有观众 我知道即使我做真实的自己 也总有一部分人会喜欢我 甚至大家都更爱跟我在一起 因为只要有我在 场面尴尬就怪不到他们 最后我想说 虽然我话少内向 会突然哈哈大笑 但我是个正常人 谢谢大家 我是正常的鸟鸟 大家好 我是鸟鸟 我是个内蒙人 我的老乡 李旦 Rock和杨蒙恩 都在讲脱口秀 所以我想我可能也可以 你们可能看得出来 我的性格特别地活泼 我从小就这样 爸妈为了改变我 让我学了音乐 我学的是二胡 世界上最欢快的一门乐器 小时候大家学的都很高端 钢琴 单簧管 小提琴 只有我 拉二胡 很多小朋友嘲笑我 除了我最好的朋友 学的是唢呐 我们立志 我们立志 等我们长大了 五六十岁 就在公园里 组一支乐队 把那帮学钢琴的送走 我这个性格没有办法演奏特别欢快的曲子 你们可能都听过一首曲子叫赛马 别人拉赛马就让你觉得那些马都活力四射 热爱比赛 我拉赛马就让人觉得那些马 比什么赛呢 每匹马都是要死的 由于我性格比较内向 可爱 由于我性格比较内向 所以我常常没有什么存在感 刚才在卫生间 我把手伸到水龙头下面 都没有水流出来 这是什么破包 我就 我想 我早该习惯这种被忽略的挫败了 然后这时候旁边有个人 把开关搬起来 水流出来了 我也不喜欢和人打招呼 因为总要说一些没用的话 来了 吃了吗 天气不错 谁会真的关心这些呢 什么时候我才能问一些 我真正在乎的问题 比如 杨岚老师 你好 我有可能得到您的排灯吗 我这样的人也很难谈恋爱 我这样的人也很难谈恋爱 因为我很难判断对方是不是喜欢我 书上说 如果对方对你有好感 他看你的时候 瞳孔就会变大 但是我没有办法 毫无理由地看别人的眼睛 我就上网查询了 验光师资格证的报考条件 到时候就来测个童句 大夫我多少读 不重要 你不爱我 有本书叫 内向者优势 它安慰到我了 但是没有一本书叫 外向者优势 我就安慰我外向的朋友 我说 其实你们也有优势了 他说 我知道呀 我们的优势就是活得非常快乐 不需要看一本书来安慰自己 我说 你知道快乐的人也是要死的 我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 甚至超过我个人的感受 即便现在我被一只老虎咬了 都很难立刻喊人来救 因为如果没有人救 我只是可能会死 可是一旦有人救 我还得跟他打招呼 这很好啊 这时候如果武松从我面前走过 我都会想 我应该叫他吴老师 还是叫他松哥 如果叫吴老师 就太疏远 当然叫松哥又太亲切了 武松可能也想 他身边是不是有一只老虎 但是他没有叫我 如果我贸然地过去 会不会显得我不信任他的能力 虎儿哥有点危险 虎儿哥相当危险 非常危险 对吧 好像救我会打老虎似的 老虎可能也想 为什么突然这么尴尬 是不是我咬人的样子太奇怪了 我就知道我的虎牙长得有问题 我 我很想做一个外向的人 因为外向的人就像太阳 热烈 明亮 引人注目 内向的人就像月亮 只要有太阳在 没有人能看得到它 到了晚上太阳休息了 月亮还亮着 因为他在琢磨白天的事情 根本睡不着觉 他在想 我可能还是应该叫他吴老师 谢谢大家 我是鸟鸟 大家好 我是鸟鸟 我出生的时候 我爸在产房外 觉得孩子哭声这么大 肯定是个男孩 看到我是个女孩 我爸的哭声比我还大 我当时就想 我爸哭声这么大 肯定是个男孩 女生总是会受到和男生不同的评价 我遇到过一个老师 如果男生数学考了100分 他就会说 男生就是聪明 女生数学考了100分 他就会说 女生也有聪明的 有一次我就站起来 我说 老师您这个话说得不对 老师说 你考了多少分 我就又坐下了 女生不只有聪明的 还有鲁莽的 好像大家对男生就比较宽容 不管一个男生学习多差 都有人说 男孩嘛 有后劲 上了初中就好了 男孩有后劲 文理分科就好了 连我奶奶都说 你爷爷有后劲 坟头草老高了 我看到一则新闻 深圳一名女性离婚后 得到32套房 哇哦 我也想和她老公离婚 我再一查 这名女性婚前有64套房 因为总是被和男性比较 我就特别想证明自己 甚至每次我和男生一起过地铁炸鸡 如果我比较快 我都会 YES 可是跑这么快 又有什么用呢 到最后 别人眼里 我最伟大的成就 还是成为一个妈妈 当妈妈太难了 因为可能会养出一个妈宝 妈宝呢 有男有女 在这里为了方便 我们就姑且称她为妈宝男吧 哇 都还挺啊 这么好 妈宝男这个群体非常奇怪 就她明明没有犯法 但你总想制裁她 一个成年人 总是把妈妈挂在嘴边 你说她是怎么被教育出来的 是不是她妈妈天天对她说 孩子以后在外面提我好使 那我们应该怎么 鉴别妈宝男呢 我觉得你就可以直接问 你是妈宝男吗 我不是 你为啥不是 我妈说我不是 几乎每个妈宝男 都有一个强势的母亲 和一个缺席的父亲 明明爸爸也有责任 为什么要叫她妈宝男 不叫她爸废男 如果爸爸特别废 还可以叫她爸菲特 努力一下 而且即便妈妈当的好 又能怎么样呢 能把孩子当成自己的作品吗 每次我妈跟我说 你就是我最好的作品 我都说 妈你这就有点物化女性了 我希望在未来 妈妈这个职业 可以有更为科学的晋升机制 就如果我拿了全国奥赛金奖 那么我的妈妈 可以有机会跳槽 成为易烊千玺的妈妈 易烊千玺拿了表演类的奖项 那么易烊千玺的妈妈 可以得到晋升 成为易烊千玺的爸爸 实现真正的自由 谢谢大家 我是娘娘 让我们邀请下一位 娘娘 大家好 我是娘娘 很高兴今天来到 和平精英的 抢战先机脱口秀 今年的脱口秀大会第五季呢 我也靠着文本好 侥幸苟到了决赛圈 获得了第二名 后来我还走了红毯 拍了照 没想到不仅苟进了决赛圈 还苟进了时尚圈 那个红毯照片 大家也都看了吧 很多人看完 心底都有一个疑问 这鸟鸟的文本得又多好呀 和平精英对我来说 不仅是游戏 更是我的社交工具 就像马上要过年了 一大家子人都要聚在一起 经常要分好几桌做 这个时候我就不仅会社交恐惧 还会产生选择恐惧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 该选择在哪桌社恐惧 现在好了 我就可以陪着上大学的表弟 一起组队打和平精英 我游戏打得不好 经常需要他保护我 才能吃到鸡 可以说 在现实中他是弟弟 但在游戏里 我才是弟弟 刚开始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很不适应 每次都是在屋里搜着东西 一听到枪声 我就想在窗户旁露头看一看 一露头就让淘汰 可能这就是枪打出头尿吧 因为我是社恐的性格 所以我觉得这个游戏 对我来说最难的 不是什么吃不了鸡 打不到人 而是在飞机上的时候 我的队友跟我打招呼 你好吗 三号鸟鸟真的不猜 我很好 如果你不说这句话 我就更好了 我在游戏里很爱狗着 我玩这个游戏的战略就是 狗拳性命于乱石 不求文达于诸侯 为了不让别人发现我 我常常会自己一个人躲在角落 或者趴在地上 俗话说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但去年我硬生生从初一躲到了十五 从春节躲到了元宵 避开了无数场战斗 我觉得在和平精英里 没有人比我更懂和平 真的很喜欢这个游戏 因为只有在这个游戏里 我不用为自己的付出 不被看见而难过 因为我的所有付出 就是为了不被看见 我最爱的装备呢 是吉利服 每次我跟朋友玩 我穿上吉利服 趴在地上 一动不动的时候 我的朋友都会问 你怎么一动不动呢 砸在身上挂几根草 真把自己当植物人了 植物人爱当什么特种兵 我说你懂个啥 这个叫草木皆兵 这个游戏还有很多黑话 比如有个地方自闭城 刚开始单纯的我 以为那是专门 为了自闭玩家打造的地方 跳多了才知道 那里是专门打造 自闭玩家的地方 别说真有点用 因为老跳这 原来我只是轻微的自闭 现在已经夹杂着一些抑郁了 这不马上就快过年了吗 这个新年 大家要记得带上家人朋友 一起到和平精英吃鸡 新年开个好头 但千万不要学我 老跳自闭城 祝你今年只有三种状态 就是高兴高兴还是高兴 谢谢大家 我是鸟鸟 请欣赏诗朗颂 六月的雨 六月的雨 是收获的雨 收获知识 收获友情 收获了网购积分 和网者段位 就是没有收获 任何一个工作off 六月的雨 六月的雨 是告别的雨 告别老师和同学 告别男友和前男友 门 朋友们啊 让我们勇敢地告别吧 故人以词 新人更香 旧的不去 新的 他就来了呀 六月的雨 是遗憾的雨 遗憾 只谈了一场 轰轰烈烈的恋爱 遗憾 没有去过图书馆 听说 图书馆里 全是好看的 书 遗憾 遗憾 时间太短 很多话 都来不及 六月的雨 我还没说完呢 不好意思 你继续 来不及说完 我说完了 六月的雨 是一种正常的自然现象 你们在这儿 机歪什么呀 六月不下雨 农民伯伯咋种地 你们吃什么呀 但是前路啊 已就是光明的 就算你延期毕业 就算你无奈分手 就算你找不到工作 但是 我们的节目 要开始了呀 有请 李淡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铭 大家好 哇 段总刚才又黑我 我是在武汉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系任教 综艺本身就是我们 重要的研究对象 我上综艺 就是在进修 而且 今天说实话 要正式地向 单总表达一下 感谢 如实讲 因为我在学校 带的那门课的名字 就叫 综艺节目主持 控场艺术 真的 大家网上可查 所以大家知道 单总之前做的节目 脱修大会 对吧 这些节目 都是我们课堂当中 认真的去揣摩 去研究 去致敬的 反面教材 他给了我一个封号 五大综艺天王 惭愧 哪来的五大综艺天王 其他四个是谁 明明就我一个吗 不喜欢谐音梗 气死你 气死你 你真吃不到了 今年呢 我们回到严肃话题 要讲毕业和高校 这个确实 今年的毕业生 就业形势都不太好 这大家也都知道 我也看到了一个数据 一个985211高校 新闻与传播学院 应届的硕士毕业生 截止到三月底 三方签约率 是36%左右 这个数字是个什么概念呢 从去年往前 在这个时间段 这个数字都是99%以上 你说想想 心里是不是有点慌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今年最热门的职业 就是自由职业 当然很多人问我 说陈老师 到底是大环境不好 还是小区是不行 我说这是个很好的辩题 但我今天不是来辩论的 我直接洁变 不管大环境 还是小趋势 各位 心若在 梦就在 天地之间 还有真爱 前几年 找到工作 又怎么样 今年还不是要 从头再来 对不对 不要有什么压力 当然 压力不仅仅来源于 今年激烈的竞争 还有外部环境的变化 也来自于家庭 有的同学 毕业了 想做自媒体 又不知道 怎么跟家长解释 因为对家长来说 自媒体 就叫 没工作 对吧 自媒体 自然就没了的物体 对吧 气死你 气死你 现在呢 整个媒体行业 在一个职业转型期 新职业也是层出不穷 那我有一个学生 他就爱玩游戏 我就推荐他 去做电竞选手 根本打不过 然后我又鼓励他 去做电竞主播 赚的也不多 最后他做了游戏推广 这个工作干得好 我昨天晚上还在玩 他推广的游戏 效果非常好 所以说明什么呢 各位 不要在一份工作上吊死 你要多去尝试 不同的工作 但最重要的是 你要先找到第一份工作 但是有同学说 我第一份工作 我也找不到 老师有没有什么推荐 有 我会给大家 这样一个建议 你可以找一个 在你的学长当中 跟你的排名啊 记点啊 情况都差不多的人 你问问他 当年是做了一个 怎样的准备 怎么找到的工作 薪资待遇又如何 当然这个只能 做一个参考 我有个学生 今年就照这个建议 去问一个学长 学长很认真地跟他说 你大学刚毕业 我大厂刚毕业 我们都有美好的未来 以前学生找工作呢 都往北上广跑 但现在情况也不一样了 很多学生啊 宁气一动 比如说有位同学 他留在老家发展 老家在成都 每天朋友圈上 火锅兔头 啵啵鸡 把那些去上海的 朋友馋的呀 每天必须得打一套龙泉 才能平复下来 打完了 睡得一觉可香了 眼睛一睁 哎呀 错够了团垢 只能就着朋友圈里的 火锅兔头 啵啵鸡 吃一点洋葱 胡萝卜 土豆泥 有时还旧一点绿化袋 近几年呢 疫情对于整个教学的影响 确实很大 我们在高校 其实从2020年开始 也比较普及上网课 有一次我们当时上发声课 上着上着 听到了呼噜声 这很痛苦 因为我也不知道是谁 对吧 我灵机一动 我叫各位同学 注意听 我就在此刻 特意跟各位同学 讲一讲考试的重点 该画的重点画一下 后来成绩出来 我说这次你跑不掉了 结果一翻 三十多个不及格 我当时才知道 睡觉的有那么多 打呼的只有一个 大学毕业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大家刚才在精彩的 诗朗诵当中已经感受到了 分手的问题 我确实没有这个困扰 我跟我老婆是 读研的时候在一起的 她当时来看了我一场辩论赛 看完之后 一见倾心 后来呢 我觉得这也是我此生 收获最大的一场比赛 赢了比赛 就赢了爱 对吧 后来老婆还问我 说你是因为我 才在宇宙中心呼唤爱的吗 我说也不是 我一直在呼唤 只有你搭理我了 大家都在说 说我是爱神 是我站在宇宙中心 呼唤爱 但说实话 今年这个形势 我就不呼唤爱了 我希望给大家呼唤一些工作 好不好 各位老板 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认真来看一看 看看今年这些英界毕业生们 他们多么优秀 他们都是刚刚毕业的 给我们的年轻人多一些机会 让我们共度难关 共创未来 因为工作在 心就在 天地间 还有真爱 一定能找到各位最终的彼岸 谢谢 谢谢各位 我是陈铭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庞博 大家好 我是王建国 我们是 日炮兄弟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今天来了有很多的大学生的朋友 这关于大学 咱们都有很多美好的回忆 对吧 对啊 逃课 补考 逃补考 补考还要逃啊 很多朋友跟我一样 印象最深的都应该是 大学毕业那段时间 大学 还能毕业呢 合着你大学没毕业啊 我那个时候正忙着留学呢 谁顾得上这关心毕业啊 你还能留学 留学可难了 一般人做不到的 你首先你至少得挂三科 你没挂科 你就得受个重大的处分 完了你再跟老师求情 求求了别直接开除 人家同意了 这才让你留学 你那叫留级 哎呀 我们留学生这两年很艰苦的 什么留学生 就业前景很困难啊 因为 咱们没有毕业证了 没有毕业证 你骄傲什么呀 咱们今天就好好聊聊毕业 外行 外行 不是你好好聊聊 人家就让你毕业的 我那个时候求了多少人 没有人理我 行了行了行了 这光说你自己的事情 这两年毕业的同学 人家都有一个遗憾 很多朋友真的是 没有办法到现场 参加自己的毕业典礼 你笑话人家干嘛呀 你老实一点 不是想你自己的事情 咱们今天应该给大家 再举办一次毕业典礼 给大家弥补这个遗憾 给弥补遗憾 对啊 你想啊 举办毕业典礼 肯定需要一个很大的场地 那一般都是在学校的 大礼堂啊 或者体育馆 对吧 那咱们就在这个体育馆 举办毕业典礼 好啊 这样大礼堂 就可以腾出来打篮球了 怎么样 为什么不去体育馆打篮球啊 体育馆要举办毕业典礼啊 毕业典礼去大礼堂啊 大礼堂要打篮球啊 大篮球有这么重要吗 有场地了 咱们请同学们入场吧 同学们入场 大家看呐 首先向我们走来的是体育系 他们拎着杠铃 扔着牵球 撇着标签 向我们走来 这太危险了吧 他们高举自己的横幅 上书 还我体育馆 滚回大礼堂 何止你都没跟体育系商量啊 接下来向我们走来的是外语系 他们亲切地跟大家打着招呼 你好 谢谢 恭喜发财 外语系也不是让你学外国人的口音 接下来出场的是医学系 他们打着石膏 他们坐着轮椅缠着绷带 医学系为什么都是病人啊 他们振臂高呼 体育系 别乱扔东西 我就说就杂到人了吧 接下来出场的同学们 都抱着自己的小宠物 有小猫 有小狗 有小兔子 哦 这 这是什么系啊 治愈系 学校没有这种系啊 接下来走来的是 刘恋 鲁玉和杨丽 他们咋怎么来了 这是三个女人一台戏 什么东西 杨丽踩到了鲁玉的脚 但是鲁玉原谅了他 为啥呀 这是 对不起啊 没有关系 王建国 你彻底疯了 对不对 海天好有几几瓶 想挤多少挤多少 你喊什么呀 刚才大喊的同学 来自广告系 你看 广告系的同学 站得漂亮 那也不如咱们产品的质量 加一点就好鲜好鲜 哎呀 好辣 同学们都已经入场了 现在请校长致辞 同学们 大家好 看到同学们 即将离开 今天我在这里 白发人送黑发人 不会说成语 你就说感动就可以了 我很感动 希望同学们释放以后 毕业以后 毕业以后 回归社会 走向社会 走向社会 重新做人 好好做人 校长你上一份工作 你在社馆所干过吧 你 大家千万不要忘记 我们的校训 三段一场选最长 你什么 你们这 全学校都靠懵啊 最后 预祝大家 补考成功 没有人需要补考啊 哎 选最长啊 什么最长啊 你什么破校长呢 接下来我们请 优秀毕业生代表发言 大家好 我来自生物系 我从小就特别羡慕警察 我想帮他们除暴安良 所以我毕业以后 马上就会成为一名警犬 你成为不了 什么嘛 你一点生物知识 也没学会啊 我看 你生气 没有用啊 都行的 不是 不是情绪的问题 请下一位优秀毕业生 怎么 怎么 怎么没有声音啊 大家好 我来自航天系 航天系也不用穿宇航服来吧 别碰 这个很珍贵的 这个宇航头盔有什么来历吗 35一天 你租的呀 同学们 我们航天系有一位前辈 叫阿姆斯特朗 他有一句名人名言 向前一小步 文明一大步 什么 不要在月亮上上厕所呀 这是 我来自体育系 我体育系 但是我支持在体育馆举办毕业典礼 只要校领导有需求 在我的婚礼上办都可以 什么呢 那个警犬你来看一下啊 这才是真的狗案 行了行了行了 那个毕业生都发言完了 接下来请校长给各位颁发毕业证 同学 校长好 校长好 要毕业证吗 这怎么办假证啊 来来来 校长能给你搞到真的呀 这废话 就把毕业证给我就好了 同学你好 这是你的毕业证 这个证怎么这么大呀 寓意你以后的人生要正大光明 什么东西 正常的毕业证就好了 同学你好 谢谢校长 同学你知道吗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张纸 能够对折七岁以上 他只有我的毕业证 行了行了 大家都拿到毕业证了 很开心 我们最后一起 同学再来合一张影吧 记录我们人生中这个重要时刻 我们同学们都会开心地 把这个学士帽扔到空中 接到这个学士帽的人 就是下一个毕业的人 没有婚礼呀 你扔学士帽就好了 你怎么不躲呀 不是 学士帽不是回旋标 对危险 正常扔就好了呀 你事情这么多 正常扔 你扔一个咯 你会扔你扔一个咯 不是很简单 你就 哎呀 毕业咯 没有精权呀 回来呀 还没有羡慕呢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变歌 但总 清华和脱口秀不一样 清华是有门槛的 开玩笑 能来讲脱口秀 还是很开心的 今天的主题是 BEING 首先 这叫 graduating graduating from university 脱口秀 你们是专家 但英语 我是专八呀 都说毕业是人生的转折点 其实我高中那会儿 就规划好要学法律 当律师了 只有一件事 我没规划好 就是我本来想考北大 阴差阳错之下 却保送了清华 没有办法 每个人都有自己做不到的事 我也不会因此太苛责自己 清华也还行 人生不是规划好 就能一帆风顺的 过程中还会遇到很多难关 大家都知道 清华校园很美 我也听说了 但我没怎么去过 我因为疫情啊 这四年大部分时间都在上网课 我妈一度很怀疑 清华还能寒瘦吗 家里亲戚也很关心我 变革 学习还顺利吧 我说网不卡的时候 还挺顺利的 不光我们 老师们也在努力 克服这些困难 我们哲学老师 在讲台上讲了一辈子课 没想到网课居然适应得 还特别快 同学们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康德 刚才讲的这个行二上学 同学们听懂了吗 听懂的 在弹幕上抠个一 我们都听懵了 生怕老师来一句 这本人民出版社的 纯粹理性批判呀 现在就可以在直播间购买了 三二一上链接 今年我们很多同学 都是在家里 线上观看的直播毕业典礼 一边看 一边给自己拨碎 有的同学忘了订闹钟 一觉醒来 他的青春结束了 我是一个非常看重规划的人 即使毕业后没进律所 那也在我进律所的规划之中 我可以考研考公务员 Gabria跪在律所门口求一年 讲脱口秀其实也是我的规划 讲得差 我就回去找工作 讲得好 我就找到了工作 只要我规划的足够多 一切就都在我的规划之中 现在的就业形势确实困难 清华保研的名额变少了 工作不好找 前一阵子 我一份已经收到的offer 居然被撤了 在我的理解里 发出去的offer 就是泼出去的水 offer还能被撤的吗 还有没有order了 发出offer的机构 还是一家律所 一点契约精神都没有 但是回头想想 正因为它是律所 它还不怕被告 本来是一份offer的事 回头就变成一个case了 我是真不敢跟他们杠呀 拜托 我是想当律师 不是想请律师呀 所以你们说00后 是职场拽王 其实我们大部分00后 也真的不拽 只是单纯还保留着一些热血 大家对于后辈 总是喜欢吐槽 80后吐槽90后 00后吐槽10后 我现在觉得 最差的还是那些20后 只知道索取 连话都说不清楚 我觉得世界就是这样 前辈们喜欢指导我们 我们也想借鉴前辈们 过往的经验 但是每一代人 遇到的问题 都是不一样的 我有自强不息 厚德在务 这是清华的校训 我也想跟大家共勉 希望我们都能有个 光明的未来 单总 我很喜欢脱口秀 你们效果文化 也要自强不息啊 谢谢大家 我是变革 大家好 我是刘烈 那我在这儿我先感谢一下我的员工小李 就你知道我从浪姐下来 我其实就准备回去上班了 然后这时候我就收到了这个脱口秀的邀请 我就说还是小李懂事 小李啊 咱就说当老板当累了 咱随时回澳美 澳美是你永远的家 我是你永远的领导 那今天是毕业场啊 节目组说让我要来聊聊毕业的事 我说好啊 我高中毕业于成都第七中学 导演说 我们想听北大的 我说北大 我说好稀罕的 北大的故事那么多人都说过了 可是成都七中的故事 可是显为人知 我发现就是大家总喜欢拿那个 什么名校出身啊 来标榜自己 总喜欢说自己是什么清华的 北大的 就特别讨厌 特别看不起 我觉得没有必要 就自从我用北大的毕业证找到工作之后 我就再也没提过 这次去浪姐 他们也没找我要毕业证 我都带过去了 他们也没看 白带了 我在北大呢 我是学这个考古系的 就我不知道大家自己的专业 有没有这种成见啊 来自大众的成见 但其实考古挺有意思的 它其实是个非常综合的这么一个学科 我们就要学器物史 我们要学素描 我们还要学人体骨骼学 就学得很全面 它看上去是一个特别冷门的专业 但是它其实很实用 就这么说吧 就比如说 这个时候如果有一副骨架 从远处朝我走来 我一眼就能看出 它是男是女 然后我在大学的时候啊 我和我的这个搭档啊 杜凯组了个乐队 然后同学开玩笑说 哎 你又考古又搞音乐 你是不是喜欢编中 编中不是我们的风格啊 我们是搞爵士乐的 其实我们做乐队非常辛苦啊 特别是刚开始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去酒吧住唱的时候 我们唱三小时就给两百块钱 然后我和杜凯一人一百 当时我们就决定就是 这个乐队一定不能在家人了 然后毕业的时候 我当时拿到了这个考古系的 保颜名额 哎 没什么 这都很司空见惯 当时我放弃了去这个深圳独演 我留在北京工作和做乐队 然后我搭档听到这个消息 他就特别感动 他就哇哇大哭在我面前 说以后演出可以跟我四六分 然后我说二八 然后他哭得更大声 一百块都不给我 有人会问你怎么讲这么老的梗 这是考古梗 然后很多人说我是斜杠青年 其实斜杠挺难的 它需要在这种不同的身份 不同的状态之间去转换 就是有时候演出演完我已经很累了 但是我必须要去写第二天的PPT 就别的乐队是在赶场 然后我们是在赶稿 然后我还遇到就是我们客户 他每期明月要来看我的演出 然后其实是来推稿的 就演出完了 大家都在喊 Uncle Uncle 然后那边有个声音在喊 叫稿 叫稿 我当时在台上我就想 这个书画 无乳糖牛奶 这个广告应该怎么打呢 然后我边想我就边念出来了 熬夜改稿来一口 演出赶场来一口 书画无乳糖牛奶 怎么喝都好吸收 打完了啊 小李 咱们专业的广告人是不是不一样啊 刚刚变革说了清华的这个校训 我也说说北大的这个校训啊 就是博学审问 慎思明辩 怎么样 这个就是网上流传的北大校训 其实北大它是没有校训的 但是只有上过北大的人才知道 但现在你们也知道了 好吧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要尽可能做到 博学审问 慎思明辩 在我看来北大是一个自由包容的 他有像许志远那样 浪漫 执着 追求意义的浪子 也有像我这样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浪姐 那我感觉现在的毕业生 大家好多都很焦虑啊 其实我觉得可以随性一些 做自己喜欢的事 就不要被专业限制 不是考古出来就必须得挖地 也可以来这儿讲考古梗 然后最后送给大家一句歌词 而是我毕业之前比较迷茫的时候写的一个 别担忧还要再过多久 才能过你想要的生活 把明天的烦马交遍 明天青天别想了 谢谢大家 我们练 大家好 陈鲁裕 其实 我还真见过奥普拉 我们俩这事儿聊过 我说你知道吗 在中国有媒体叫我中国的奥普拉 她说 哦 Really I don't believe it 学会了 今天这场是毕专场 我大学实习在国际频道 我记得我在那儿犯的唯一的一次错误就是 把当天要播出的国际新闻的母带给洗掉了 然后当时我觉得完了 就因为我全世界人民今晚都没有国际新闻看了 还好那个母带有辈分 然后我们领导居然没怪我 还对我赞赏有加 她说 别看人家还不会播报国际新闻 但人家会制造国际新闻呀 后来 凤凰卫视给我发来了邀约 但我有点犹豫 因为你看跟央视比吧 凤凰当时的平台不大 人不多 然后又人生地不熟的 我觉得挑战特别大 但唯一欣慰的一点就是 工资高了一点 然后年轻人就得接受挑战 就喜欢挑战 所以我当时就是要挑战高工资 大家应该也能听出来 就我们那时候就业压力 确实没有今天这么大 所以我们的经验对你们来说 我觉得没有什么借鉴的意义 但是进入社会以后 就是会有些 你不知道从哪来的所谓的过来人 不由分说的 就要传授你一点经验 这个就是我今天给年轻人的 第一点经验 现在就业形势真的挺严峻的 我也确实没什么特别好的建议 所以我们可以听听专家怎么说的 专家说 找不到工作 你可以把闲置的房子租出去 私家车用来跑滴滴啊 这个回答对年轻人就很有启发 就如果你没有工作经验 你又想快点找到工作 可以去做一名专家呀 到了凤凰以后 我做的第一档节目 叫凤凰早班车 每天凌晨四点起床 七点直播 八点直播完了以后 可以回家歇一会儿 然后中午十二点又开始直播 真的特别累 我那时候就特别盼着 能不能生个病 我可以歇两天 但绝了 那几年我身体好得令人发指 然后 每次我去体检 那个大夫就看着我说 哎 没问题啊 你这么健康 你工作肯定很轻松吧 我谢谢你啊 我说我天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啊 大夫说 真的吗 我不信 给我气的 这大夫讲话怎么这么难听啊 给我头都气大了 当时我记得我 每天凌晨四点 披头散发地出门 八点多播完新闻 浓妆艳抹地回来 然后我住的那个大楼 开门的是个大妈 大妈看我的眼神就 越来越好奇 到后来大妈实在忍不住了 就悄悄地问我说 姑娘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我笑的时候我说 大妈您别误会 您看那个早间新闻吗 上面有我 大妈说 哟 你都上新闻了 还这么骄傲呢 然后呢 做了几年新闻节目之后 就有了我现在自己的这个栏目 叫鲁鱼有约 然后有人就 帮我算了一下 说你采访了一万多人 这么多人 来自不同的职业 但是有个特点 就是来的每一个嘉宾 他都经历了人生的起伏 然后最后 他们都走了出来 所以我也思考过 就是为什么他们最后都能走出来呢 因为没走出来的 我都没请 然后做鲁鱼有约这些年吧 就老有人吐槽说 你就会说真的吗 我不信 其实吧 我没有那么不信 就是 想引导他们能说出更精彩的故事 只不过有些时候呢 他们也并没有被我引导 就特直接地回我 你爱信不信 今天让我给毕业生有一些建议 但是我觉得毕业生 已经听了太多的建议了 我真正想建议的 是那些在职场上 有话语权的人 就是永远不要低估 一个人成长的潜能 毕竟大家都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 多给年轻人一点耐心 如果你给不了他们耐心 至少给他们一份工作 那如果你给不了工作 就给我安静 我知道 今年对于在座的各位 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 的确是比较艰难的时刻 但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 给自己那么一点时间 就相信自己一定能够走出来 我呢 就尽力 一直在鲁语有约 等各位说出你的故事 到时候 不管你说什么 我都信 谢谢大家 同学们 恭喜你们 毕业了 你会听到老师行为的 说你 说你要别的情色 你会听到同学期待的 说你记得练习我 你会听到爸爸 他严肃地说你妈有话对你说 你会听到妈妈开心的对你说 以后没有生活飞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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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让你毕业了毕业了好门 就在城中村下地铁转两行公交车 你会抱着石油表达着 与你分别的不舍 你会怀念他帮你牵到 让你安心地逃客 你会收起沉重的心理 离开思念的宿舍 你的石油会在门口认真的对你说 我们要走吗 你一个人走啊 谁让你毕业了毕业了 但是我们却都成功抱怨了 离开的就只有你一个 我们在海等男生活飞的 你说有经验不好找工作 所以我们从不倒客 以后你旷工没人说 老板我在这儿 你会如愿你常找到了 你真心的工作 你会小心翼翼摸索着 关于职场的规则 你会快抱勇气挑战着 无法胜任的职责 你的老板会在你的工位 耐心地说 小王啊 是谁让你毕业的 毕业的到底是哪一个 允许你毕业的 疼疼的就把五分科的毕业上方案 向小儿科 我看你这阴雨水 以后咱就别走楼梯了 因为你走楼梯啊 最多走三级 过四级就够呛了 你会顾身 进那心想的生活 你会精心挑战 能搭着的长河 去哪吃大折呢 你会转门带上朋友 去去那一家伙伴 去哪吃大折 然后听到夫人会上来 对你说 先生您这 你这学长这样打折 您这您 毕业了毕业了 学生争过期了 没有优惠了 但是我们可以为您 免费的送上一首歌 一二三 所有的优惠说拜拜 所有的演讲说拜拜 谁让你 毕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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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曾彷徨过 彷徨过 迷茫过 迷茫过 心里过 也跟你一样 被之前毕业的人 交互过 虽然不想承认 但谁让我们 但谁让我们 我 咱们这个节目呀 每年都会有一个北大毕业的 但是我呢 跟雪芹和鸟鸟还不太一样 因为我 还是我们省的高考状元 我呢 从小就觉得高考 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 我从六岁就开始高考倒计时 我花了十二年时间 把高考整得明明白白 结果只用了三天 就考完了 最可怕的是 高考都考完了 人居然还要活下去 我当年高考刚考完的时候 特别膨胀 特别嘚瑟 当时大家报志愿 都要买那个报考指南 我说我就不用了吧 我抛硬币就行了 反正只有两个选择 正面北大 背面复读 而且我当年真的太自信了 我当时完全没想过 我大学毕了业还要找工作 我妈说你选这个专业以后 不好就业吧 我说我都上北大了 为什么要考虑就业呀 北大又不是绩效 我当时就毅然决然地 选择了我最喜欢的 民间文学专业 毕了业来讲脱口秀 虽然我不知道脱口秀 算不算文学 但我肯定是来到了民间 我当年信心满满地进了北大 结果开学就给我整崩溃了 开学班会的时候 老师说让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我们班有个女生掏出一本书 说这本书是我写的 我说啊 你高考完都不用学车吗 我当年在北大 唯一一门优秀的课是乒乓球 那个课的标准是要连续搓球二十板板板带转 我能拿优秀 是因为我还有一个室友 是国家二级运动员 他能把每一个球精准地喂到我的板上 考试之前他还嘱咐我 他说一会儿考试你就记住 千万别动 我今天已经27岁了 我到现在都没有走出高考的阴影 我一直想证明高考不是我的人生巅峰 我还能做出更大的成就 但是我越想证明 我就越证明不了 我发现高考这件事就是这样 考不好难受四年 考好了难受一辈子 但我现在也想开了 我觉得我就是应该放下这个光环 什么光环 我是我们省的高考状元 你看没光环了吧 你们都不挖了 就这个光环也就管内一下 我决定从明天开始 放下光环 起心革面重新做人 因为高考状元这个事 我自己只要不提 谁又能知道呢 谢谢大家 我是高考状元王子涵 大家好 我是辩格 但总 清华和脱口秀不一样 清华是有门槛的 开玩笑 能来讲脱口秀还是很开心的 今天的主题是BING 首先 这叫Graduating Graduating from University 脱口秀你们是专家 但英语我是专八呀 都说毕业是人生的转折点 其实我高中那会儿就规划好 要学法律当律师了 只有一件事我没规划好 就是我本来想考北大 阴差阳错之下 却保送了清华 没有办法 每个人都有自己做不到的事 我也不会因此太苛责自己 清华也还行 人生不是规划好 就能一帆风顺的 过程中还会遇到很多难关 大家都知道 清华校园很美 我也听说了 但我没怎么去过 我因为疫情啊 这四年 大部分时间都在上网课 我妈一度很怀疑 清华还能寒瘦吗 家里亲戚也很关心我 辩哥 学习还顺利吧 我说网不卡的时候 还挺顺利的 不光我们 老师们也在努力 克服这些困难 我们哲学老师 在讲台上讲了一辈子课 没想到网课 居然适应的还特别快 同学们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康德 刚才讲的这个 行二上学 同学们听懂了吗 听懂的 在弹幕上抠个一 我们都听懵了 生怕老师来一句 这本人民出版社的 纯粹理性批判呀 现在就可以在直播间购买了 321上链接 今年我们很多同学 都是在家里 线上观看的直播毕业典礼 一边看 一边给自己拨碎 有的同学忘了订闹钟 一觉醒来 他的青春结束了 我是一个非常看重规划的人 即使毕业后没进律所 那也在我进律所的规划之中 我可以考研考公务员 Gabrier跪在律所门口求一年 讲脱口秀其实也是我的规划 讲得差 我就回去找工作 讲得好 我就找到了工作 只要我规划的足够多 一切就都在我的规划之中 现在的就业形势确实困难 清华保研的名额变少了 工作不好找 前一阵子 我一份已经收到的offer 居然被撤了 在我的理解里 发出去的offer就是泼出去的水 offer还能被撤的吗 还有没有order了 发出offer的机构还是一家律所 一点契约精神都没有 但是回头想想 正因为它是律所 它还不怕被告 本来是一份offer的事 回头就变成一个case了 我是真不敢跟他们杠呀 拜托 我是想当律师 不是想请律师呀 所以你们说00后是职场拽王 其实我们大部分00后也真的不拽 只是单纯还保留着一些热血 大家对于后辈总是喜欢吐槽 80后吐槽90后 00后吐槽10后 我现在觉得最差的还是那些20后 只知道索取 连话都说不清楚 我觉得世界就是这样 前辈们喜欢指导我们 我们也想借鉴前辈们过往的经验 但是每一代人遇到的问题 都是不一样的 唯有自强不息 厚德在务 这是清华的孝训 我也想跟大家共勉 希望我们都能有个光明的未来 单总 我很喜欢脱口秀 你们效果文化 也要自强不息啊 谢谢大家 我是辩格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铭 大家好 哇 淡总刚才又黑我 我是在武汉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广播电视系任教 综艺本身就是我们重要的研究对象 我上综艺 就是在进修 而且 今天说实话 要正式地向淡总表达一下感谢啊 如实讲 因为我在学校带的那门课的名字 就叫综艺节目主持控场艺术 真的 大家网上可查 所以大家知道淡总之前做的节目 脱口秀大会 对吧 这些节目都是我们课堂当中 认真的去揣摩 去研究 去致敬的反面教材 他给了我一个封号 五大综艺天王 惭愧 哪来的五大综艺天王 其他四个是谁 明明就我一个吗 不喜欢谐音梗 气死你 哎 气死你 已经气不到了 今年呢 我们回到严肃话题要讲毕业和高校 这个确实啊 今年的毕业生就业形势都不太好 这个大家也都知道 我也看到了一个数据 一个985211高校新闻与传播学院 英界的硕士毕业生 截止到三月底 三方签约率是36%左右 这个数字是个什么概念呢 从去年往前 在这个时间段 这个数字都是99%以上 你说想想心里是不是有点慌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今年最热门的职业 就是自由职业 当然很多人问我说 陈老师到底是大环境不好 还是小趋势不行 我说这是个很好的辩题 但我今天不是来辩论的 我直接洁辩 不管大环境还是小趋势 各位 心若在 梦就在 天地之间还有真爱 前几年找到工作又怎么样 今年还不是要从头再来 对不对 不要有什么压力 当然 压力不仅仅来源于 今年激烈的竞争 还有外部环境的变化 也来自于家庭 有的同学毕业了想做自媒体 就不知道怎么跟家长解释 因为对家长来说 自媒体 就叫没工作 对吧 自媒体自然就没了的物体 对吧 气死你 气死你 现在呢整个媒体行业在一个职业转型期 新职业也是层出不穷 那我有一个学生 他就爱玩游戏 我就推荐他去做电竞选手 根本打不过 然后我又鼓励他去做电竞主播 赚的也不多 最后他做了游戏推广 这个工作干得好 我昨天晚上还在玩他推广的游戏 效果非常好 所以说明什么呢 各位不要在一份工作上吊死 你要多去尝试不同的工作 但最重要的是 你要先找到第一份工作 但是有同学说我第一份工作我也找不到 老师有没有什么推荐 有 我会给大家这样一个建议 你可以找一个 在你的学长当中 跟你的排名啊 祭典啊 情况都差不多的人 你问问他 当年是做了一个怎样的准备 怎么找到的工作 薪资待遇又如何 当然这个只能做一个参考 我有个学生 今年就照这个建议去问一个学长 学长很认真地跟他说 你大学刚毕业 我大厂刚毕业 我们都有美好的未来 以前学生找工作呢 都往北上广跑 但现在情况也不一样了 很多学生啊 宁其一动 比如说有位同学 他留在老家发展 老家在成都 每天朋友圈上 火锅 兔头 勃勃鸡 把那些去上海的朋友 馋的呀 每天必须得打一套龙泉 才能平复下来 打完了 睡得一觉可香了 眼睛一睁 也要错够了团购 只能就着朋友圈里的 火锅 兔头 勃勃鸡 吃一点洋葱 胡萝卜 土豆泥 有时还旧一点绿化带 近几年呢 疫情对于整个教学的影响 确实很大 我们在高校 其实从2020年开始 也比较普及上网课 有一次我们当时上发声课 上着上着 听到了呼噜声 这很痛苦 因为我也不知道是谁 对吧 我灵机一动 我就各位同学 注意听 我就在此刻 特意跟各位同学 讲一讲考试的重点 该画的重点画一下 后来成绩出来 我说这次你跑不掉了 结果一翻 三十多个不及格 我当时才知道 睡觉的有那么多 打呼的只有一个 大学毕业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大家刚才在精彩的施朗诵当中 已经感受到了 分手的问题 我确实没有这个困扰 我跟我老婆是读研的时候 在一起的 她当时来看了我一场辩论赛 看完之后 一见倾心 后来呢 我觉得这也是我此生 收获最大的一场比赛 赢了比赛 又赢了爱 对吧 后来老婆还问我 说你是因为我才在宇宙中心呼唤爱的吗 我说也不是 我一直在呼唤 只有你搭理我了 大家都在说说我是爱神 是我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但说实话 今年这个形式啊 我就不呼唤爱了 我希望给大家呼唤一些工作 好不好 各位老板 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认真来看一看 看看今年这些英界毕业生们 他们多么优秀 他们都是刚刚毕业的 给我们的年轻人多一些机会 让我们共度难关 共创未来 因为工作在 心就在 天地间 还有真爱 一定能找到各位最终的彼爱 谢谢 谢谢各位 我是陈平 各位参加反跨年的观众啊 把票拿在手里 一人一票 对号入座 来来来 票我看一下 停 李老师 您觉得我刚刚的表演怎么样 哎呀 那种熟悉的感觉又来了 如坐针毡 如芒刺背 如梗在 今天嘛 我妈非得让我来面试一个演员 说面试不上 来补补课也行 取点成语 李老师 我很高兴见到您 我在上学之前 一直留的也是您这个头衔 可是 我在上学之后 就把这个头发留起来了 说得好像谁不想留似的 那您怎么不留呢 对话 留得起来嘛 啊 我明白了 您这头发是留不起来了 我其实觉得吧 您这个头型 比上次那个爱心头型 可好看多了 我上次后面留那头心那个发型 你不喜欢 我不喜欢 你可以不喜欢你不喜欢的东西 但是你必须要允许它的存在 你可以讨厌你讨厌的东西 但是你必须允许你讨厌的东西 你别人喜欢 这词我怎么听得那么耳熟啊 原来是我那cp小色说的 没办法成为自己最讨厌的人 这就是成长的代价 您果然是生活和沉浸在过去时代的 感受到过去时代西洋的一位老艺人 小小年纪啊 要懂得尊重人 要说一些别人喜欢听的话 嗯 别净说人扎心的啊 是导演让我说的 说这老头啊可不好对付了 让我一上来就刺激刺激他 但我又觉得吧 我小小年纪应该懂得尊重别人 导演又说 你不正好出三吗 出三牛犊不怕虎 我当时一听着这个谐音梗啊 我就怒从心头起 恶向胆面声 抖丹田大喊一声 呆 又开始模仿上我了啊 还行模仿的不错 听说你是因为模仿才火起来的 是不是 既然模仿了呢 我就点评一下 模仿是表演的初始 但不是表演的全部 一个好的演员 要具备 妄我 我当时就是 看到那些极度不专业的表演 所以我才怒从心头起 恶向胆面声 都丹田一声大喊 呆 吓死了 我快待不住了哈 我就是看了您在演员 拯救卫里面的毒蛇点评 我觉得非常好玩 后来您退出了 我以为您金盆漱口了 没想到今天的您 还是那么的毒蛇 您还是从前那个老头 没有一丝丝改变 孩子 嗯 我不是毒蛇 我是太热爱我的表演职业了 我真的不允许那些不懂装懂 夸夸其谈 野狼四大的人 玷污我所热爱的职业 李老师 我太认同您的说法了 我也特别热爱表演 我就爱看《震魂传》 里面演的老好了 我可喜欢看了 我看一百多遍了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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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给骗了 看那些王爷和皇上的妃子 泛舟胡哨 这不是胡编乱闹 这是什么呢 能学到什么真正的历史 谁看历史 就是为了学历史 您拍完《中暗六组》 您就学会破案了 我们演员接受一个剧本 接受一个角色 那是要体验生活的 那您觉得 我有当演员的潜质吗 以你目前的状态来说 也就跟那些一般演员 差不多吧 初中文化 你居然说我一个初中生 只有初中文化 你 蓝战 对不住了 我想办法 下辈子再还你 听 千万别再给我演这段 这段表演 对我刺激很大 我看见这段 我就演运 弄得我是辗转反侧 彻夜难免 夜不能寐 李老师 您就发我一张S卡吧 我晚上啊 去请你吃饭去 小小年纪那儿 学的这套 吃饭就不必了 我还是可以给你一张S卡 S有很多意思 可以是Super 可以是Super 可以是Supprise 我给你的是Skoo 希望你回到Skoo去 好好当一个Skoo的 努力Skoo的 今天真是学到不少的东西 不光有成语 还有英语 我再交给你一个S Skoo 档器 我现在档器很满 我火了 我红了 我火红了 我红得不得了 但是 绝对不能膨胀 我现在要去拍戏去了 我要把这个位置 交还给张雨琪 谢谢大家 我是演员 李承如 这老头 还是有点意思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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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刘烈 那我在这儿 我先感谢一下 我的员工 小李 就你知道我从浪姐下来 我其实就准备回去上班了 然后这时候我就收到了这个 脱口秀的邀请 我就说还是小李懂事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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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李啊 咱就是说 当老板 当累了 咱随时回澳美 是吧 澳美是你永远的家 哈 哈 我是你永远的领导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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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是毕业场啊 节目组说让我要来聊聊毕业的事 我说好啊 我高中毕业于成都第七中学 哎 导演说 我们想听北大的 我说北大 有什么好稀罕的 北大的故事 那么多人都说过了 可是成都七中的故事 可是显微人质 我发现就是大家总喜欢拿那个什么名校出身啊来标榜自己 总喜欢说自己是什么清华的北大的 就特别讨厌 特别看不起 我觉得没有必要 就自从我用北大的毕业证找到工作之后 我就再也没提过 这次去浪姐 他们也没找我要毕业证 我都带过去了 他们也没看 白带了 我在北大呢 我是学这个考古系的啊 就我不知道大家自己的专业有没有这种成见啊 来自大众的成见 但其实考古挺有意思的 他其实是个非常综合的这么一个学科 我们就要学器物史 我们要学素描 我们还要学人体骨骼学 就学得很全面 他看上去是一个特别冷门的专业 但是他其实很实用 就这么说吧 就比如说这个时候 如果有一副骨架 从远处朝我走来 我一眼就能看出他是男是女 然后我在大学的时候啊 我和我的这个搭档啊 杜凯组了个乐队 然后同学开玩笑说 哎 你又考古又搞音乐 你是不是喜欢编中 编中不是我们的风格啊 我们是搞爵士乐的 其实我们做乐队非常辛苦啊 特别是刚开始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去酒吧住唱的时候 我们唱三小时就给两百块钱 然后我和杜凯一人一百 当时我们就决定就是 这个乐队一定不能再加人了 然后毕业的时候 我当时拿到了这个考古系的 保研名额 哎没什么 这都很司空见惯 当时我放弃了去这个深圳读研 我留在北京工作和做乐队 然后我搭档听到这个消息的 他就特别感动 他就哇哇大哭在我面前 说以后演出可以跟我四六分 然后我说二八 然后他哭得更大声了 一百块都不给我 有人会问你怎么讲这么老的梗 这是考古梗 然后很多人说我是斜杠青年 其实斜杠挺难的 它需要在这种不同的身份 不同的状态之间去转换 就是有时候演出演完 我已经很累了 但是我必须要去写第二天的PPT 就别的乐队是在赶场 然后我们是在赶稿 然后我还遇到就是我们客户 他每期明月要来看我的演出 然后其实是来推稿的 就演出完了 大家都在喊 Uncle Uncle 然后那边有个声音在喊 交稿 交稿 我当时在台上我就想 这个书画 五乳糖牛奶这个广告应该怎么打呢 然后我边想我就边念出来了 熬夜改稿来一口 演出赶场来一口 书画五乳糖牛奶 怎么喝都好吸收 打完了啊 小李 咱们专业的广告人是不是不一样 刚刚变革说了清华的这个孝训 我也说说北大的这个孝训 就是博学 审问 慎思 明辩 怎么样 这个就是网上流传的北大孝训 其实北大它是没有孝训的 但是只有上过北大的人才知道 但现在你们也知道了 好吧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要尽可能做到 博学 审问 慎思 明辩 在我看来北大是一个自由包容的 他有像许志远那样 浪漫 执着 追求意义的浪子 也有像我这样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浪姐 那我感觉现在的毕业生 大家好多都很焦虑啊 其实我觉得可以随性一些 做自己喜欢的事 就不要被专业限制 不是考古出来就必须得挖地 也可以来这儿讲考古梗 然后最后送给大家一句歌词 是我毕业之前比较迷茫的时候写的一个 别担忧还要再过多久 才能过你想要的生活 把明天的烦马交给明天 今天别上了 谢谢大家我的恋爱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亲爱的年轻朋友们 大家好 接下来 我对对方便有提出的这个命题 进行一个简单的抛析 什么叫北上广爱来不来啊 这句话有道理吗 没道理 想一想 这是谁对谁说的话 北上广爱来不来 难道是北京上海的原住民吗 错 书记市长也不敢这么说呀 北上广爱来不来 你跟谁说呢 所以这道题目 我当时一听我就火了 谁出的这么没逻辑的题 他们说张绍刚出 我也想那有道理 有道理 因为这个题延续了他一贯的风格 是吧 完全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 总是显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因为我这个身高 我很不喜欢别人高高在上的看着 包括什么 北上广你爱来不来 这种话 是吧 你们爱听不听 但是我想 我个人的理解 应该是自己对自己说 扪心自问一下 北上广 我们爱留不留 因为选择权在每个人手里 对吧 你比如像我 一个资深北漂 当然我的北漂跟很多北漂不太一样 因为我是被迫北漂 这我不是主动去的 因为当年呢 当然我不是为了吹捧和抬高自己 我当年呢 因为是保送北大了 所以你想我拿到这个通知书以后 我很纠结 我在想去吧 那么远 远离家乡亲人 小伙伴 但不去呢 北大也还可以 真的呀 你想万一你要不小心收到个清华的保送通知书 你人生就毁了 就毁了 所以我想北大还可以 那就去吧 到了北京之后 你们今天所经历的一切 什么挤公交啊挤地铁啊 住地下吃啊 吃方便面啊 这所有的这一切 我都没经历过 都没经历过 因为在北大 生活还是很舒服的 当然 后来 本科毕业的时候 找工作 哇 那段时间 因为你一定要有一个空当期 你是要租房 要在北京独立生存了 哇 那段时间 我保送研究生 这学校的宿舍呢 又继续延续了 所以又跨过了这样一段 是吧 人生当中的遗憾 遗憾 没有经历 所以我个人觉得 说到北漂 我给你们提三点 这关一定要过 第一 语言关 因为你不说普通话 交流起来有困难 咱们原来有个同事 你还记得吗 有一期节目 他去采访 采访完了以后 因为找不到配音演员 他自己配的音 然后我们所有人审片的时候 他阴森的声音 从片子里传出来 这个村 只有一个炕 炕上 有15个人 这15个人 每天干的事 就是打你 我的妈呀 一个村只有一个炕 炕上有15个人 天天互相打脸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案子 最后一翻译过来是 这个村 只有一个矿 矿上有15个人 他们每天干的事 是打眼 这期节目 审的时候 咱俩都在吧 所以你要语言关 过不了 当然我们不是说 歧视任何地方的方言 我会说方言 我骄傲 但是你要是说不好 普通话 交流有障碍 工作效率会低下 所以遇到这种问题 你留还是不留 对吧 第二个问题 买房 当然我那个时候 我们可以分房 当时我一听 还有这种好事 报到的 第一天 紧接着我就去了房管科 一推门 那个老师 有事吗 你好 我新来的 有房吗 房管科 老师 新来的 来来来 进来 坐下吧 你想要多大的呀 还能自己选呢 我说 您这有多大的呀 我们这从一居的 到两居的 到三居的 还有一千平米演播室 要吗 一千平米演播室 我也不敢住啊 天天在我家开春晚 谁受得了啊 我说那就 小一点吧 最小的也有 而且还有不同楼层 不同采光 不同风景 你要哪个 我说地下室就行 哇 这小伙子 你还真不挑 好了 那就这么定了 排队吧 排队 我说什么意思啊你 说你看一看啊 中央台进来的 所有的这个职工 大家排队分房 我看看你前面啊 三百多个 你看 你看 前面你排队 前面还有你大姐 还有赵忠祥老师 你看赵忠祥老师 都排了二十多年了 对 我说那 那您觉得 我还有必要排吗 那个老师说 不忘初心嘛 对 等着吧 当然 我也没等 因为很快 福利分房就取消了 后来变成叫货币分房 但年轻人说了 货币分房 你倒是给我货币啊 我毕业那会儿 北京最高的房价 最好的房子 大概五六千亿平米 我算了一下 如果你想住上一个 一百平米的豪宅 安居乐业 你要攒五六十万 当时我就按下决心 一定要回老家 太贵了 受不了 但现在呢 年轻人该说 那房价都已经翻了 十倍不止 你们老看房价翻倍 你们为什么不看一下 你们的工资呢 你们的工资也在 也在涨啊 我那时候毕业的时候 工资顶天了三千 你们现在怎么也得 三千五了吧 当然 买房子这事呢 你也急不起 因为现在房价确实贵 但你可以买远一点 你比如北京买不了 咱们也 铜线 铜线买不了 对 藏州 藏州不行保定 保定再不行 咱白杨店 雄安 那边贵 那边不行 咱继续往下走 再往下走 就真回湖北了 那跟回老家有什么区别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 你留还是不留 最后一点 你的心态 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 上海这样的大城市 藏龙卧虎 除非你才高八度 学富五车 不然你真待不下去 我都遇见一个事 一个小伙子来送快递 一打开门 大哥 有你的快递 小伙子 里边我买的电子设备 好的吧 以豪不好 俺不知道 可能是豪的 可能是坏的 从量子力学的角度讲 这个豪和坏 它可能是同时存在的 你只有打开 盒子的那一瞬间 这个两种可能性 才坍塌到一种可能性上 要么是豪 坍塌到坏 要么是坏 坍塌到豪 这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定理 叫学定恶的毛 我当时我就说 大哥我错了 我对不起 我耽误你时间了 所以你说 在这样的城市里 到处都是人才 到处都是能人 你能留下 一定要有一个坚强的心态 不忘初心 最后告诉大家一点 北上广 爱来不来 这句话 按不同的方式读 它是不同的选择 北上广 爱 来吧 来 坚定信心 北上广 爱 来 不来 这是已经放弃了 但是我相信 更多的是第三种 北上广 爱 来不来呢 这个问题 那是学定恶的毛 你只有打开了盒子 那一瞬间 你才知道答案 谢谢大家 这个话筒是为书吗 这个话筒掉还是不掉 这是薛定恶的猫 你只有最后让它掉了 才知道答案是什么 你为什么老要掉的 这是广告 京都念词案 是广告 你上来把人广告给摔了 下去吧 我连个辩解的机会都没有 辩解什么呀 你都咔咔给人摔坏了 拿好杆 下去吧 下去吧 我是张博洋 我们最喜欢的这个题目啊 是有些东西假不了 对吧 其实我最先想到 应该是就是 很多的安全问题 比如说消防演习 对吧 大部分消防演习 其实还是特别有用的 但是我觉得每个人 应该都在学生的时代 经历过那种 就是特别敷衍的消防演习 对吧 我高中的时候就碰到一次 哇真的是 它是提前头一天 先把演习的那个时间告诉你 第二天十点会有一场消防演习 请大家做好准备 哇那是我头一次知道 火灾不仅可以预防 还可以预报 然后到了第二天 就是我觉得 在这种敷衍的演习里面 就是逃生 不是最难的部分 假装着火 才是最难的 而且正和光车 特别的敷衍 就好像春游一样 有说有笑 有打有闹 真的 我觉得我的面前 如果有两所学校 一所是在进消防演习 另外一所 食堂开饭 我会觉得着火的是那个食堂开饭 当然其实 之前我在英国留学嘛 经历过一次消防演习 特别的真实 跟国内不太一样 当时是凌晨三点 所有人全在宿舍睡觉 火警突然就响了 哇大家都以为着火了 你知道吗 拼命往下跑 好多姑娘 衣服都没有穿 就跑下去了 哇然后到了下面 那个宿管他跟你说 哎呀我们这是演习 骗你们的 当时我去 我这种演习 可以多搞 当然说到一些 假不了的东西呢 我觉得就是 很多的安全措施 看守秘特别的没用 比如前两天 我就参加了一次跳伞 就是坐飞机 从4500米的地方 啪跳下来 其实挺危险的 然后上去之前呢 教练就给了我 一副防风镜 我穿套衣服 还给了我一个头盔 我接过头盔的时候 我就懵了 你知道吗 我说我从4500米的地方 跳下来 要是真出了什么事 我想头盔有啥用 那到跳伞 哎呀 教练才那么大 还好我有头盔 就虽然很不能理解 但是我还是把头盔戴上了 上去之后才知道 4500米的空中 风特别大 头发容易乱 但是戴上头盔就不一样 万一出了什么事 起码揍得比较安详啊 谢谢大家 啊 大家好 你们认识我吗 对 不用回答 肯定不认识对吧 嗯 对 作为介绍一下 我叫张柏洋 我是一个海归 对 我知道 前面听到海归这个词 你们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 出国能这么多 海归有什么呢 我就想跟你们说啊 就你们这种想法 是对的 现在的海归里面 真的大部分 特别水 我跟你说 简直就是海水 你们身边应该都有这样的留学生朋友 对不对 一个个英语好像没多好 但是非把手机系统调成英文的 微信都不叫微信了 叫WeChat 真的 你要是出国留学七八年变成这样 我可以理解 但是你就出去交换三个月 你跟我在这Chat啥呀 你见面扫一下WeChat 扫一下WeChat 我跟你说 扫完之后 我根本就不跟他们Chat 很多朋友都是 出国以前很正常 回来就不能好好说话了 我有个朋友 一般人 聊天的时候表示同意 认同 因为说什么 对对对 没错没错 他表示同意认同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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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歉也不一样 一般人走路 如果不小心碰到别人 说什么 不好意思 对不起 他不小心碰到别人 Sorry 你就感觉他那个意思吧 好像不是很Sorry 跟这种人在一起 最可怕的 就是他突然掉东西 一般人手里拿个东西 不小心掉了 第一番人是什么 哎呀 他手里拿个东西 不小心掉了 第一番人 Oops 刚捡起来 又掉一个Oopsie 哇 你说你说话就说话 没事 加什么音效啊 而且有时候 他为了凸显自己的海归身份 我说两句话 他能跟我 嗯哼巴刺 所以跟他聊天 什么感觉 你们知道吗 就是说着说着 我就感觉自己 仿佛在看一段鬼畜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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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ps Oops 嗯哼 Sorry 还有一种留学史 不知道你们见过没有 就是每年都要在朋友圈 发一次自己的毕业院校 哇 我的母校排名又上升了 英国前三十 大姐 你都毕业十年了 你记得母校 母校不记得你啊 我发现那些学校不好的人 从来就不会在朋友圈 怀念自己的母校 我看朋友圈的时候 从来没见过李诞 怀念自己的母校 华南农业大学 也没见过池子 怀念自己的母校 通州六州 也没见过柳岩 怀念自己的母校 哦对 我的朋友圈里没有柳岩 想有 没有 当然喜欢给人贴标圈的 不只是人 还有媒体 最多的就是媒体 有些标签 真的是莫名其妙 比如前天 我就在报纸上面 看到了一个新闻 关于柳岩老师的 标题是这样的 叫柳岩 庄前庄后差别大 素颜被指向大妈 我就搞不懂 这些媒体在想啥 我说你们见过大妈吗 啊 你们去过广场吗 你家大妈向柳岩啊 就不知道你们怎么想 我家楼下的广场上 放眼望去 一个柳岩都没有 全都是泥屏 柳岩老师不好意思 这都是节目效果 特别不好意思 sorry 谢谢大家 你过来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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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罗老师那个也拍了 大家好 我是沈腾 你第二位展示已经全棒了 很荣幸由我来开启脱口秀大会 总决赛这个盛典 其实一开始我没打算来 因为最近综艺上的太多了 观众很快就忘记 我是个演员了 但我知道总决赛收视率肯定高 所以我上这个综艺 是想借机告诉大家 我还是个演员 今天是总决赛第一轮的主题是什么呢 是终点也是起点 这不禁让我想起当年在军艺的日子 那是我演艺生涯的起点 也是我颜值的终点 当年我有一个很响亮的名号 对 军艺校草 现在呢 居然沦落到跟徐征老师壮梁 但很明显 这是徐老师放出来的料 并且还在料上做了手脚 请看大屏幕 徐征老师跟我撞脸 我这脸可是入围过亚太区最帅 一百张面孔 南波二十一的 徐征老师你能入围啥 你最多能入围亚太地区最秃的一百颗头 你排名三十七 李诞三十八 排名底 卢永浩老师在榜外 也坚持不了太久了 其实呢 是终点 也是起点这个主题 卢永浩老师比我更合适 人家事业经历了多少个终点呢 而今天又是他的一个新的起点 作为中国脱口秀的第一人 他将第一次站在脱口秀的台上讲脱口秀 算是他的正式首秀 但谁知道呢 卢永浩加油 脱口秀停住 好 有请卢永浩老师上台 之前呢 我必须要说出藏在我心里多时的那句话 蓝河明羊奶 不是一般的羊奶 它是全羊乳配方 更多天然营养 更好消化吸收 好羊奶 血蓝河 哎呀 痛快了 有请卢永浩老师 大家好 我是今晚的21号 家里萧起来自山洞叶台 大家有没有看到我的背后 我千算万算没算到 我能跟张雨琪撞山 我一时间不知道是难过还是开心 对 那我就开始我正式的表演了 我在这个我们这个节目云海选的时候 我就有跟大家分享过 我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啊 在网上写了一部连载的言情小说 名字叫做恶魔包围圈的Sweet Girl 我说这边观众能听得懂英语耶 我 然后这个节目播出之后 既然有自称是出版商的人联系我 想要给我出书 然后我当时就说这个恶魔包围圈的Sweet Girl 它不至于吧 然后对方说不是的 在那个节目里大家不都喊你烟台贵妇吗 所以就希望你能写一些就是揭秘富婆人性弱点 教大家如果走进富婆内心深处这样一些内容 就是虽然我家庭条件还可以啊 但是我之前也是上过班的 虽然最近没有再上过了 因为确实也是不需要 我们今天观众你们明天还要去上班吗 我特佩佩 现在已经不早了吧 对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之前的职业呢是一个高中政治老师 就怎么我们今天观众大家都没有上过高中吗 就是罗老师确实是没有上过 上过一年 上过一年 好 那真是巧了 因为我今天的段子啊 起码要有高中以上学历才能听得懂 对 就是我们今天没有上过的观众可以想象一下 假如你们上过 然后在考试的时候 考政治大体 你们答不出来会怎么办呢 是看来真的没有上过 就在我教过的同学里面 但凡有点求生欲的 他就会把卷子翻过来去抄选择题 然后求生欲再强点同学 他会把一样的内容给我抄到每道大体上 然后让我来找得分点 就还有一种同学 他这个求生欲已经强到令人发指的程度了 他把上面所有事干完之后 最后再给我写上中华人民共和万岁 就很难不给他分 我记得我刚刚开始讲脱口秀的时候 我站在台上 我一旦发现台下有观众 在窃窃私语 我就会 你们讲吧 我不讲了 等你们讲完我再讲 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在台上看不清你们在台下的小动作 我跟你说我在台上看的不要太清楚 而且你一个人耽误一分钟 整个剧场就是一个小时啊 对 然后因为我 就是刚刚大家听到 我是山东人嘛 所以我之前是在山东的一个高中里实习过 然后我们那个高中中午啊 给老师那食堂啊 专门有一个资助区域 我里边的东西特别的丰盛啊 有大葱 洋葱 还有蒜 这些就是我们的饭后甜点 就是你就会看到每个老师中午吃完饭经过这儿 都会拎起根从边吃边往外走 去操场上散步 那中午的操场就是个有味道的操场啊 我就在楼上看着这一幕 就忍不住感慨 我说天哪 这就是真正的青葱岁月呀 对 然后 就是我做了老师之后我就发现 有些老师之所以会说那些教师的经典语录 可能只是为了向前辈致敬而已 就像我刚刚做老师的时候 有一次 我要看晚自习 我就突然对着我们班同学说 整个年级就我们班最吵 但你知道吗 我们班其实也没有很吵 我当时就是太想说这句话了 你知道吗 我就一直脑子都还想着这句话 然后说出来那句我觉得天哪太爽了 我觉得我的教师生涯都完整了 我从考教师资格证那一刻就在等着这个时候 就说你们看到一些新的老师啊 他们在台上说这种话的时候 可能只是表面上生气 他内心可能就说 没想到我也有几天 就很快乐 就做老师的时候肯定还要检考嘛 我之前待在学校我就一直想明白 为什么老学校啊 总把我安排去那个最差的考场 然后我就发现一件事啊 就是年级倒数三十名 竟然会互相抄 就是他们这些人是不是觉得 他们永远都在同一个考场 是因为缘分呢 我有一次甚至看到年级倒第二 再抄倒第一 就生动解释了什么叫不齿下问的 怪你知道他边抄还边问说 哇 赵提为什么选C 你知道那一刻 我甚至有点感动 我就感觉他不是再单纯的抄 他甚至还带着一些质疑的精神 然后我就走过去看 我就发现到底全都选了C啊 就还有总学校为了节省空间 就让高一和高二同学 坐在一起考试 然后我就看到一个高一的同学 在抄高二同学的选择题 我就过去提醒他 我说同学啊 你们卷子是不一样的 然后同学很淡定的看着我说 嗯 老师我知道呀 但我决定把这一切交给命运 好 谢谢大二小琴 谢谢大二小琴